今天早安你好 我是方越迪 先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同時元宵節快樂 今天是2月14號 那麼當然說到元宵節 應景一下 趕快見良主要給大家來猜燈明囉 見良 是的一早趕快讓大家動動腦筋 大家猜一下燈明 一塊冰塊要幾個人才有辦法 可以把它採的碎開來 大家趕快猜一下 真的很難喔 真的很難 這個我真的猜不到 是兩個人三個人 趕快告訴我們答案 好 這個答案是這個 成語五彩繽紛 這個一塊冰塊要五個人 才有辦法把它採的碎開來 我想應該沒有人猜得到 有這麼冷的笑話 不過說到冷 其實不只是這個燈明冷 天氣也好冷 趕快天氣 我們就把先叫給你了 四天底 今天天氣真的是 還是維持滿濕冷的感覺 其實昨天呢 這個白天溫度 倒是有稍微回升 不過昨天晚上開始 冷氣團又南下影響台灣囉 所以今天白天溫度 還會再稍微下降一些的 我們來看一下 清晨各地區溫度 北部地區大概來到11度左右 中南部來到11到17度 東部地區也是來到17度 清晨的溫度跟昨天呢 大概相差不大 感覺上都還是蠻涼 蠻冷的感覺 但白天的溫度啊 就比昨天還要再明顯下降了 尤其是這個北部地區 昨天白天高溫還有16度 今天只來到13度而已了 那中南部大概來到18到21度左右 東部地區也是不到20 只有19度 今天的白天溫度啊 整體也都比昨天還要再下降個1到2度 所以提醒你今天白天出門 真的要多加幾件衣服了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地面天氣圖的部分 昨天白天溫度稍微回升 不過晚上開始呢 後面這個強烈大陸冷氣團 就開始南下影響台灣了 那今天白天更往南邊移動之後呢 這個威力更強 所以白天溫度啊還會再下降的 預計呢這個中部以北地區 這個低溫大概下探到10度而已 這個清晨的溫度 那這個白天的溫度大概也致來到13到16度左右 所以這個外出啊真的要多加幾件衣服了 IUG這一波冷氣團會影響台灣到禮拜天的清晨 要到白天開始 這個溫度啊才會比較明顯的回升 到禮拜一禮拜二這個天氣啊 才會比較明顯的轉好的 所以大家這一天啊 真的要稍微再忍耐一下了 好 接著我們看到這個雨量的部分 這一天呢 華南水氣還是不斷的輸送進來 不過水氣沒有相當的多 雖然全台都有下雨 不過量啊沒有太多還是蠻少的 那但是量呢時間比較多的 下雨時間比較長的地區 還是集中在這個北部地區 還有基隆北海岸地區 這些顏色比較深的地方 就是下雨時間呢比較長 雨量稍微比較多一些的 那今天呢受到這個東北氣風的影響 這個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下雨的時間 還是會比較長一些 那中南部大概以這個多雨呢 天氣為主 偶爾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整鐵岩全台啊 都還是會有一些短暫性的陣雨的機會 所以今天出門啊 最好都還是攜帶雨距 會比較保險一些的 好 接著我們看到各地區 詳細的溫度預測 基隆台北新北市地區 10到13度 佔影距離70%到80%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 9到13度 佔影距離30%到70% 台中彰化 南投地區 11到17度 佔影距離30% 接著我們看到旅遊天氣 旅遊天氣 好 提醒你喔 昨天白天溫度雖然稍稍回升 在晚上開始呢 受到冷氣突然影響 今天溫度啊 會比昨天再稍微下降一些 而且全台都會有一些 短暫性的陣雨 所以今天啊 是這個元宵節 情人節 如果這個情侶要出去約會的話呢 這個男生呢 不妨多穿幾件外套啊 這樣可以幫我們女生呢 蓋蓋外套 這感情呢 也會稍微增溫一些的 好 接著我們趕快 再來看到這個農民的部分啊 今天是農民的1月15號 屬狗的朋友 要特別小心跟留意了 那今天日子很好 很適合結婚 出遠門都相當的合適 那今天搬新家跟做造 可能就盡量避免了 以上資訊就提供給你做參考 我們將現場交還給彥迪